现在保安亭可能天气暖和了 又开始有保安了 之前那些保安亭都没人的 这棵不知道是有几棵古树还是怎么的 给圈起来了 写的什么呀 大树救治副状请勿进入 这是在救这几棵树呢 这几棵树看上去 还给它打着点滴 一吊着瓶 吊着领影烟 章树 那可能 因为章树就是木材值钱 不是老有那个 我看新闻 就有老有那个缺德的 因为有一些古树 就特别值钱 然后呢 但是法律规定就是这树要是不死的话 就好好活着 不能乱采乱伐的 然后呢 他们就拿那些农药 拿些毒药 偷偷毒那个树的根 你那个就是那些村里头 就比如说好多村子的村头 可能有一棵大古树什么的 也不过有人365天天盯着他们 他偷偷是找个机会 就去把那个树的根那块下毒毒死那树 把那树毒枯了 然后呢在那个树都已经死了嘛 就可以罚了 然后呢 再去找那个主人家 找这个树的主人家 把那树给卖了 因为主人家一看树都死了嘛 就一般好说坏了就给他卖了 然后呢 他再把这个树高价倒卖出去 会特别缺德 反正就是我看新闻 就有这样的团伙到处流动 毒死好多树 都是那些很古老的大树 但是可能都不是在一些特别紧要的地方 反正没人看着 可能都是村里头呀 这个村里头 反正就坑人呗 就算了